然后我们有一个模型比较理论 这里来给大家说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最大自然估计 一个叫做奥康姆踢刀 这两个词听起来都是比较绕口 咱们就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最大自然估计的意思 就是说它要根据我的一个观测数据 找出来其中哪些 就是在我的观测数据当中 找出来最有优势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就投一个硬币 假设说我投一个硬币 我就投一次 我就投了一次 然后观测到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正 就是一个正面 那根据我最大自然估计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 它要根据我的一次实验结果来找出来 就是来推断一下下一次的结果 那下一次的结果是什么 百分百是一吧 因为我现在只投了一次是个正 所以说对于我最大自然估计来说 下次肯定也是一个正值 因为我现在第一只有一次 咱们的概率是一 所以说下次还是等于一个正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只有咱们的一个概率是一 才能够最大化我当前的一个估计吧 这是我最大自然估计的一种想法 虽然说咱们举这个例子 比较极端 比较极端啊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极端当中啊 这个奥康姆踢导什么意思 那实际情况当中啊 咱们很多基础计算法 都是用这个最大自然估计去解的吧 那最大自然估计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现在咱们只是举的比较极端 才说出来正确的一个概率是一吧 那当你投掷多次之后啊 咱们也能得出来 它的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结果是趋劲一个均匀的吧 那奥康姆踢导什么意思啊 奥康姆踢导的意思啊 就是说 嗯 他是做了这么一件事 他认为啊 鲜艳概率就是较大的模型 会有较大的优势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在做一件事 就是在做这个皮银检测吧 他就是认为了 你什么样的一个值 pH值是越大 那他给这个pH值啊 一个权重是更高的 认为你pH值较大的一个模型 它是有较大的一个优势 这个就是奥康姆踢导啊 他这个翻译过来啊 就是一个最直观 最直白的一个解释 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来给大家 再通俗的解释一下 奥康姆踢导啊 他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平面上有N个点 这个N个点啊 就是可能是做成了一条 就是这样的东西 类似是一个直线的分布 然后呢 我想一条直线啊 去拟合这些点 正常情况下 咱们做一个线线回归 可以做出来这样一条直线吧 但是呢 就是你用一个线线回归 比如说是咱们线线回归 也可以做一节的 可以做多节的吧 假如说你是一个一节的 一节的里边 就是你的一个误差项 就比较大吧 因为你在拟合的时候 没办法把所有点都拟合到吧 所以说啊 我们就是可以构造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上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一节的来做 一样拟合 一节拟合不好吧 也可以用二节的 二节的就是一个 就是非线性的吧 二节可能是长 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多节的 比如说n个点 那你n个点来说 你用n-1节的一个多降式啊 必然能够通过所有的点吧 假设说 现在有一个n-1节的 那他就可能就是 哎呀 这个东西就这样子了 就是无敌了 简直这个曲线 用这样一条曲线 肯定能够完全 理合到所有的数据点吧 但是啊 咱们想一想 咱们做回归的时候 真用这么一个n-1节去做吗 没有去做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有一个 过拟合的风险吧 过拟合就是说 当前啊 咱们这个数据 在咱们的一个 在咱们训练级上很好 但是啊 测试级上不好吧 因为它过拟合了 把所有点都拟合到了 不见得就是一个好事 那这个奥卡姆剃刀 它是什么意思啊 奥卡姆剃刀就说了 哎 他给咱们就是 形象解释一下 为什么咱们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用一个1节去拟合啊 或者是用一个2节 不用多节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因为在咱们一个实际情况当中啊 越高节的多项式是越不常见的吧 那也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pn-1 这个概率啊 是特别小的吧 远小于咱们的一个p1吧 或者说远小于咱们的一个p2吧 咱们常用的一些多项式 那这里呢 通过奥卡姆剃刀这个原则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在实际当中 这个p1p2是远大于这个pn-1的 所以说啊 在实际当中 我们也是 所以说啊 就是在我们进行一个拟合的时候 我们基于这样的一种模型比较理论 我们就要使用这样一些低节的 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事 这个就是关于啊 咱们模型比较的两种方法 一个是咱们最大自然估计 一个是奥卡姆剃刀 其实啊 它的原理都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里啊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通俗的解释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 奥卡姆剃刀啊 其实它追寻的是 咱们实际的一种情况 在实际当中 什么越常见 我们就说什么东西啊 是越好的 再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啊 它是一个垃圾邮件的一个过滤问题 这个问题啊 它就是说 先说一下问题吧 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现在啊 我手里有一封 有一封邮件 然后呢 我要判断一下 它是一个垃圾邮件 还是一个正常邮件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数据组成啊 就是我用D啊 来表示当前这封邮件 然后呢 这个D啊 它是就是一个邮件里边 是有一些话来组成的吧 假设说啊 我就说当前这个D里边 当前的我的一个垃圾邮件 里边啊 我是由N个单词来组成的 N个单词组成了 我的一个整体 这样一个邮件 然后呢 我用两个符号啊 H加来表示一个垃圾邮件 H加呢 来表示着我的一个正常邮件 那现在啊 我就要算一个东西了 就是一个邮件 我要做一个分类吧 一个二分类分成H加 还是分成一个H- 那这个数据 要怎么表达啊 就是首先啊 咱们拿到了一个邮件 这是一个条件概率吧 这个邮件我可以算 它是一个H加 就是一个垃圾邮件的概率 还可以算 拿到了一个邮件 它是一个 就是正常邮件的概率吧 那这个啊 我们还是可以给它转换成 我们当前的 贝耶斯的 就是公司的这种形式吧 所以一个转换啊 原始的问题不太好算 那我给它转换一下吧 转换成啊 我一个可解决的问题 等于什么 等于PH加 这块上面是PH加 下面是PH- PH加PH-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的一个 邮件概率吧 邮件概率怎么算啊 比如说我现在统计了一下 嗯 在每一万封邮件当中 可能是正常邮件 大概是九千个 就是垃圾邮件是一千个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比例 就把我的一个 邮件概率求出来了 所以说啊 邮件概率是一个可求的 然后呢 然后下面啊 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一个词 比如说H加什么 H加表示着 当前是垃圾邮件吧 就是当前是垃圾邮件的情况下 这个邮件是由哪些词来组成的 当前邮件是一个正常情况下 它是由这些词来组成的 我们来看 当我给定一个D之后啊 D里边词就确定了吧 那这个就是这个条件概率的意思啊 就是说 当它是一个垃圾邮件的情况下 然后并且就是 里边是这些词 当它是一个正常邮件的情况下 并且里边是D这些词啊 这是我的一个 在数学上怎么样进行一个表达 比上一个PD啊 我来看垃圾邮件和异常邮件 都比上一个PD吧 所以说 对于我最终的一个结果有影响吗 我想比较大小的说 没影响吧 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吧 这是一个先概率吧 给大家列出来了 先概率啊 PH加和PH- 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吧 只需要计算一个 邮件库当中啊 正常和异常的一个比例啊 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来说一个下面啊 这里啊 就是说 在我的D当中 我们不是说包含N个单词吗 然后第一第二第三 一直到一个DN 那我就是这个 就是后面这个条件概率 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啊 在我的一个邮件 是一个异常的情况下 里边恰好出现了第一第二第三 一直到DN这些词 也就是说啊 现在一个垃圾 在垃圾间当中 出现的跟我这封邮件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邮件的概率 是多大 哎呦我去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概率是大还是低啊 是非常低吧 比如说你现在说一个东西 是异常邮件 那你要说它是异常邮件 你必须要说 它里边的每一个词出现 都跟我这封垃圾邮件的一个 就是跟我这个邮件 是一模一样的 我才能说它是个垃圾邮件吗 咱们反过来这么说 就是一封邮件 你说它是垃圾邮件 一定要是它跟我里边的一个词 是一模一样的 我才能说它是垃圾吗 不能吧 只要有一个大致相同的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垃圾吧 所以说呢 在现在啊 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扩展 就是 原始问题啊 比较严苛 就是一个垃圾邮件里边 恰好是我这些词 现在呢 给它进行一个扩展 给它展开 就是 我的一封垃圾邮件 首先呢 我出现了第一个词 这是我的第一个条件概率 然后呢 在层上把它展开 就是 现在一个垃圾邮件 然后呢 并且我垃圾邮件当中啊 我第一个词是第一 然后啊 第二个词 恰好是第二的一个概率 那下面呢 接着展开 我一个垃圾邮件当中啊 包含了第一第二两个词 然后下一个词 又是第三的一个概率 然后啊 这个东西就不断的往下盛下去 直到盛到我们第一为止 这就是啊 对于我当前的一个条件概率 我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展开吧 展开完之后啊 得到了后面的一个 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后面是什么意思 然后啊 我们现在啊 对于这个问题 哎呀 怎么求解啊 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把原始的一个贝耶斯问题 转换成一个朴素贝耶斯的问题 朴素贝耶斯啊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 给大家来形容 他做了一下什么事啊 朴素贝耶斯啊 是相当于是把贝耶斯模型 做了一个简化 他要做的就是 假设了我们之间特征 是一个独立的 没有就是互不影响 朴素贝耶斯啊 非常简单 他只是在原始的贝耶斯问题上 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假设我特征之间是相无独立的 并且呢 是没有影响的 那对于我当前这个任务来说啊 就是我的一个第一和第二 完全是没关系的 第二和第三 我的一个 也是完全没关系的吧 所以说啊 对于当前的一个任务 我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转换 比如说我们来看 之前我算了一个 就是在我垃圾有件情况下 然后出现第一 第一这个词 这是我第一步吧 然后呢 第二步我是不是乘上了一个 在我是垃圾情况下 然后并且出现了第一个词 下面是第二这个词的一个情况啊 那我刚才是不是说了 在咱们朴素贝耶斯里假设了 第一和第二是完全无关的 那也就是说 我第二这个词出不出现 跟你第一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所以说 我可以把上市进行一个化简吧 就是原来是在这个垃圾有件 并且第一出现的情况下 下次我出现第二次 这题假设完了之后 我就直接把第一去掉了 所以说我成什么 成上的就是在我这个垃圾有件情况下 又出现了第二这个词 再成了什么 垃圾有件里边有第三个词 垃圾有件里边有第四个词 成上这些值吧 而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 我说啊 它们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说 做了这样一个特征之间独立 互不影响的一个假设 我们就把原始的一个贝耶斯问题 转换成了 咱们通常叫的一个 朴素贝耶斯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咱们现在要求的是 在垃圾有件当中 出现第一这个词的一个概率 垃圾有件出现第二 垃圾有件出现第三 那这个怎么统计啊 统计一个频率不就完事了吗 咱们来说 把所有垃圾有件 比如说1000封垃圾有件 拿回来之后 然后我看一下里边 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词 是吧 这里的词呢 就是统计个词品 比如说1000封垃圾有件 我看1000个 我这个字写的 1000个油件 1000个油件当中啊 比如说 它是有10万个词 那在这10万个词当中啊 第一出现的一个频率 可不可以算 可以算出来吧 这就基于统计就算了 第二的频率 第三的频率 都可以去算吧 只要统计出来 DI这个单词 在我垃圾有件 出现的一个频率 是不是我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啊 这个问题解决了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来看吧 原始问题当中 先概率有了 PD不需要去算 这个值有了 那所以说 一封 一个 一封邮件来了 它是不是一个垃圾有件 它是个垃圾有件 还是一个非垃圾有件 咱们就实际的 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 在这里啊 我们是一步一步去算 先算先概率 然后再把我的一个 再把我这样一个 转换算出来之后 我实际就可以得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吧 那么这个啊 就是一个 贝耶斯算法 它整体的一个 流程是长什么样子 在这一课当中啊 给大家举了 这样两个例子 三个例子吧 大家在学艺的时候 先把这个 学生啊 那咱们那个穿长裤 和穿裙子搞明白 咱们就知道了 贝耶斯 这个公式是长什么样子 基于这个贝耶斯公式 贝耶斯的一个公式 给大家说了啊 咱们的一个 聘业检查 以及呢 咱们的一个 垃圾有价过滤啊 是怎么一回事 可以大家强调了一下 咱模型比较 关于奥卡姆T刀啊 和这个 最大自然估计 它们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普速贝耶斯啊 它做了一件 什么样的假设 其实啊 就是 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普速贝耶斯 你现在做了 这样一个假设 你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当中啊 你第一和第二之间 有没有关系啊 肯定是有关系的吧 第二和第三 第三和第四之间 必然是存在点系的吧 那你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是不是 不服从一个实际情况上呢 其实啊 就是 当咱们要做这件事 是因为什么做件事 为了能够求解吧 为了能够求解 我不得不去做这件事 但是呢 做这件事 对我结果有没有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是只要它的影响 没有那么高 也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解求出来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普速贝耶斯 去求解了 当然是有影响的 只不过说 我们影响啊 让它的权重稍低一些 让它影响 不至于那么过严重 我们还是可以用 这个普速贝耶斯啊 帮我们去做 这样一个实际的事情的 在这个做实际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也需要对问题啊 进行一些转换 不能啊 就是把这个问题想死了 就是你把这个绝对条件 都限制死了 那很有可能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求解了 有些时候啊 我们需要做一些变通 在变通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做 这样一个 普速贝耶斯的假设了 那这个啊 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贝耶斯算法是 怎么一回事 一会儿呢 咱们还会有啊 咱们的一个 拼写检查的一个 实例的一个任务